小金刚刚提到说离婚 但虽然是离婚 但是先生跟你的感情不离不弃 所以你们当年是如何跟老公闪婚 但又为何离婚呢 因为那时候刚好我妈妈 她小脑萎缩 那我带着她这样子全省四处跑 然后去找医生 然后那时候 后来我妈妈也很快地去养老院了 因为没办法照顾 我爸爸照顾她 照顾到自己都已经受得不成人形了 所以我们 还是要交给专业 对 然后那时候就先把它安置在 我们家旁边的一个安养院 然后就是有那么一天我上网 按了交友 那时候大家流行 是 你就看到你老公 然后 你就看到条件是什么 他当时 长得帅 然后而且他上面自我介绍是 他是一个很严谨的人 而且他在攻读硕士 他是历史硕士 那我那时候还没有上照片 他说你怎么没有上照片 我说我怕太多蝴蝶 太多苍蝇来了 后来我想这个人不错 那我上了照片之后 他一眼就觉得 被吸引住了 苍蝇来了 快啊你 然后就 我们就约碰面 然后刚好 我带他去看我妈妈 因为那时候我妈妈 想到我也是 你这人很不浪漫 你看人家刚约会 带他去看你妈妈 你无法把他吓走 想说哇 好大的责任 他要求的 因为他也是一个 很孝顺的人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人 是很容易 很可以信赖 认识他之后 大概半年左右 我妈妈就过世了 然后我告诉我妈妈说 我找到这么一个好的人 那你可以安心 可以放心 不要担心我 因为我妈妈最担心我 然后妈妈过世了之后 我们就在百日内结婚 然后你说他怀才不遇 是发生什么情况 因为基本上 他以前是当刑警 他是 他当刑警 然后他攻读历史 刑警当十年了 因为立下很多的功劳 他也不厌倦 他就退下来了 然后他就去读书 因为以前他有曾经在一家 很知名的公司里面 担任业务经理 那也运作得很好 所以就是跟你在一起 跟你结婚的时候 他是无业的状态 是的 然后持续在念书 对 或在找工作的情况中 我希望能扶持他 那都是你在养他 不能说养 这样不好听 你想讲好听一点 说我都是扶持他 我都是买鸡优谷 这样大家都听懂了 对不对 然后呢 就是因为我都一直是很独立 那又能赚钱 又能养家 所以我有些事情 我没有办法忍受的话 因为他个性也很刚强 那两个硬碰硬的人 那就 我说脆就脆 谁说脆 我当时 我当时的个性是真的很强的 是我说要脆的 但是我回了台北 又回去台中找他 因为我放不下他 那时候已经离婚了 对 已经离婚了 我们半年之后就离婚了 什么叫你也双手奉上 你所有的财产 在这十八年当中 前九年我是正常的 可是当九年之后 第十年 我眼睛开始出状况了 然后因为看不到 我所有的身家 只好就交给他 因为我没办法领钱 我没办法去运作了 我工作也全部停下来了 然后就都是他在照顾我 然后钱也都是让他做运作 然后很多人都告诉我说 其实他这样子也很不容易 他也没有去做其他的发展 就心甘情愿这样子照顾着我 然后虽然钱是全部给他了 但是他也没有乱花 他吃什么 我吃什么 对 他不会在外面乱偷吃 所以很难得的一个人 但是去年老公突然中风倒下 半身瘫痪 变成你虽然看不见 但你也要照顾他 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本来打算去中国大陆 因为重新发展 那边的 你们本来打算移居中国大陆 因为他是河南人 他是外省二代 那他的家乡就在河南 因为在台湾就是我的状况 也不再允许我赚钱了 那生活的那个考量之下 我们打算移民到 回去他的故乡 然后他想说做一点生意 甚至于是带着他那些亲戚 开餐厅都准备好了 然后要整理家里 然后他就开始担心 神明怎么办 祖先怎么办 还有家里怎么办 然后他又想到 以前的一些事情 那因为之前 有很多的不如意 他心里面打不开 那所以就突然就中风了 那中风的时候 他还能打电话 通知朋友 叫朋友来帮他 带到医院去 那就那时候三月 三月底 那他去住了医院五天 那五天我就自己 在家里面守着 然后一直在想 怎么办怎么办 我能怎么帮助他 然后我又看不见 我很懊恼 我自己看不见 你知道吗 我很无助 然后回来是坐着轮椅 回来的 那时候还好有一个姐姐 她是看着她出身长大的 大我们四岁而已 那她因为是医护人员 她自己有在做 长照中心的那个医护人员 她有教我说 因为我先生回来之后 她是摊在床上的 她有教我说 怎么把她给挪到床边 然后我还有另外一个同学 她是有先帮我把一些冷冻食品 就是鸡肉 鱼肉都是快的 然后还有一些蔬菜 那我就把它切 我这眼睛看不到以来 一直都没有碰到过这些事情 所以我还要摸索 怎么切 然后把蔬菜全部装在电锅里面 然后就这样子切电锅 因为我没有办法煮那个卤 那个火 没有办法用明火 对 所以一个眼睛看不见的 扶持一个半生不随的 互相照顾 然后那时候家里面还没有整理 我就把所有的衣服 就整理整理整理 拿到它前面 哪一件要 哪一件不要 哪一件要 哪一件不要 所有琐碎的东西 就拿到它前面 什么要 什么不要 我自己这样子的一个人 我把整家全部都打包 打包干嘛 要有可能 就是要他半生不随 你看不见 你们还想继续原来的计划 是的 因为它只是暂时性的 左手左脚摊 那时候医生还有那个朋友 也都说是有可能好的 然后八个月 八个月之后我们还在板桥 突然之间他就一个昏倒 送到医院去进家护病房 因为他是昏迷的 所以是插管不能说话 那时候医生跟我解释 他脑子里面是有动脉瘤 我才知道说他之前的中风 是因为这个动脉瘤 因为动脉瘤不可能 一夕之间产生 所以他那是可能有先天的状况 然后引发他这个样子 然后到现在报了 他住了十四天的家务病房 每一天我都托一个朋友 陪我去看他 是 然后就是还好回到板桥了 我有好多的朋友 他们都愿意帮我 然后就是住到第十三天了 我还在庆幸他已经 他都能够很认真地看着我 他眼神是很坚定的 是 他有很多的话要跟我说 可是因为他那个器器 插管 没办法说 我也没办法 我只能按按他的脚 帮他搓一搓 然后一直跟他讲话 鼓励他 后来第十四天 我要准备要去看他的时候 我突然在家里面 撞到头 就正中央 好痛喔 我这九年来 从来没有这样子撞过 真的 我撞那一下我就觉得 你撞到什么东西 就门 厕所门的那个墙角 刚好那个角 我就撞下去 好痛 然后我想 怎么会这样子 那赶快去 可是当我在赶快的那一刹那 电话马上响 是 医院打来说 你先生 好像状况不是很好 是 我们要再进家户病房 所以我就赶快过去 然后进家户病房 他们说 他动脉瘤出血 蛮多的血 那我要有心理准备 然后当天晚上 就叫我准备衣服了 我就 我就那时候 他电话通知我 我就赶快拿了东西 就一直陪着他 一直到早上三点多 我一直跟他说话 一直跟他说话 叫他一定要放下 我没关系的 我一定可以撑过去 因为他在之前 他曾经跟我说过 他说 他说如果有一天 两个人真的要有一个人走 他一定要我让他先走 因为他会 忍受不了没有我的那日子 结果他真的先走了 可是 可是 我真的很难过 他那么优秀的人 每一个人认识他都说 他身体那么好 怎么可能突然就走了 可是 医生也告诉我 他如果真的救起来了 他也是会昏迷 就是 都医生就摊在床上 甚至于就是 如果再好一点 他的脑子就会回到小时候 就是像个婴儿一样 你也很难照顾 所以你现在 他现在 你们原来还虽然 都只剩下一些功能 但还可以互相扶持 虽然生活不方便 但是很幸福 那现在他不在了 那你生活怎么办 回到我原始的家庭 那我有弟弟他们 弟弟弟媳妇 还有我姊子 那我要办什么事情的话 就是先把电话 想好 预袭好 记在脑子里面 打电话联系 然后都会 我弟弟他放假的时候 所以现在有家人跟你一起 对 那我也自己做运动 我很努力 然后我也试着 清扫家里 因为他们要上班没时间 所以其实我能做 我也可以健身 所以我觉得 眼睛虽然看不到 可是我认真地过生活 是 说得好 也不放弃 真的 好棒好棒 今晚你有空来开放吗 挑加把大神马将手游 即刻下载